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兔哥的決鬥城堡 這次要介紹的是魔妖牌組 他們跟不知火一樣得到了專屬技能 一起成為了近期很熱門的不死族牌組 而且在KC杯之後他們並沒有被卡表影響 相信在下一個環境他們還是能夠持續大放異彩 今天就來看看這副好玩的不死族牌組吧 首先是他們的優點 本家大怪有著豐富的目的效果 藉由Link3的雪女的目的效果 可以在對方回合進行干擾 再來就是剛才提到的方便的技能 邦尼印了很多張額外怪獸 並且能輕鬆將他們堆到目的 接著是他們的缺點 非常仰賴目的運作 可以針對這方面來壓制 我們也可以在他剛開始演牌的時候就嚴密封鎖 不讓他的額外大怪有登場的機會 接著是牌組構成的環節 主要的核心卡牌以下這些 馬上來進入介紹的部分吧 首先是一隻魔妖波巡 他的效果一是優秀的牌組特照效果 可以一張卡湊出後續展開所需的素材 看到這一類強力效果 又要老化一句 我們會將通照點優先給他 因為他本身是等級1 如果想要提高穩定性的話 限一卡可以配置1對1 效果2是本家自速 但基本上沒什麼影響 因為本次配置的額外牌組 全都是本家怪獸 接著是荔枝魔妖達基 效果1是這個系列常見的限制 許多本家怪獸都有此類效果 效果2的部分 是的這個效果沒有次數限制 這使得他成為了這副牌組的勞魔代表 眼牌過程他會藉此多次擔任素材 再來是冰之魔妖 雪娘 他的效果1是非常優秀的特照效果 也能順勢將達基堆到目的 接著來介紹一些他們蠻實用的後台 首先是魔妖回天 他的效果是優質的本家卡牌檢索 進一步提高了波尋的上手機率 也能選擇將達基堆到目的 接著是魔妖壞傑 效果1的部分其實是蠻厲害的 眼牌沒出錯的話 普遍能讓對方的攻守數值下降700點以上 如果將他留在場上 本來有些打不過的怪獸 可能就有機會打贏了 效果2是不錯的抽牌效果 做到最後一隻怪獸 你可以考慮讓達基先下去休息 效果3是優質的目的特照效果 可以在我方回合優先使用這個特照點 將L3雪女的效果留到對方回合使用 接著來簡單看一下這幾隻本家同步怪獸 重點講一下他們的目的特照效果 首先是左手邊的孩之魔妖 他是目前最高等級的魔妖 擁有很高的打點 目的特照效果 可以讓自身當個回合擁有無敵抗性 有些時候比妖狐和天狗的干擾 更能守住對方的攻勢 即便對方可以在當個回合將他擊倒 荔枝魔妖也會接著登場 這就要補充到這群本家同步怪獸 都有一個類似的效果 等級比自己高兩級的同步怪獸被破壞時 可以除外目的的一隻不死族 來特照自身上場 比方說等級9的妖狐被破壞 我們就能藉此特照等級7的天狗 接著是荔枝魔妖 也是我們最常會用到的魔妖 他可以破壞對方的怪獸 抓準時機讓他上場 能有效干擾對方的作招 與他相對稱的是 一隻魔妖 同樣很實用 妖狐的對象是怪獸 而天狗則是魔獻 接下來的毒隻魔妖 就比較特殊了 他算是牌組破壞的類型 但記得要挑對手 比如說不知火 如果對他用這個效果 可能是幫了他 最後一隻撤之魔妖 他在這方面就比較弱了 有需要的時候我會將他除外 接著來看到他們本家連接怪獸的部分 首先是冰之魔妖 雪女 他的效果2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成為對方的攻擊對象 效果3我個人是不常用到 要演到可以應用這個效果的場合相當罕見 最後一隻也是核心戰術的重要環節 垂冰之魔妖 雪女 他的效果2可以藉此讓一些 擁有強力效果的怪獸較難發揮 效果3則是本次構築的重點所在 經常在對方回合藉此效果來進行干擾 常見應用是妖狐破壞怪獸 與天狗破壞後台 接著是選搭卡牌的環節 首先是強力泛用卡的部分 其實都是熟面孔 但是現衣的部分是需要抉擇的 像我較看中開局的穩定性 所以選擇了1對1 第二部分則是本家卡牌 以及其他不死族的泛用卡 夜叉也算是不錯的特兆點 但有些時候他反而是卡手的元兇 由以上分析 我們可以組出這樣的牌組 接著是核心卡牌的獲取管道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是推薦技能的環節 本次會推蠢蠢欲動的魔妖 和不知火一樣得到了專屬技能 可以輕鬆將本家大怪調度到目的 並配合垂冰之魔妖來發揮他們的效果 比較需要留意的是技能的條件 得帶至少12張魔妖卡牌 如果說波巡沒有抽滿3張的話 穩定性勢必會降低 接著來看一下這副牌組的常見玩法 首先讓下怪運作小組來湊出場上的素材 當然也可以用回天來調度他們上手 接著是湊素材的情況來叫出本家連接怪獸 有些時候能直接湊出3隻 接著發動技能將本家同步怪獸移到目的 我們也不難發現 如果上一步有將達基調度到場上 你是能夠不靠技能就將同步怪獸演下去的 但就是很浪費時間 接著就在達基的效果2幫助下 將整副額外牌組盡速演到目的 我的個人習慣是讓最後一隻L2玄女戰場 後續就依據不同的情況 藉由L3玄女或壞傑的效果 來特招目的的本家同步怪獸 之後就穩扎穩打 拿下勝利 最後來看一些實戰畫面吧 再次回到下班 前提GO 今天會對抗你 還有今天提供 2個警示 開啟動 兩倍 補充 前提供 額外 以新幹的 最新幹的 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